老子说上善弱水是因为水有七种善 这七种善合起来其实就是两个字不争 而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纷争不断 为了争资源争地盘甚至发动战争 为了争灵力争地位不惜大大出手 人们为什么总喜欢争怎样才能做到不争呢 老子所说的上善弱水都有哪些深刻的含义呢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孙世强先生 为我们解开道德经的奥秘 请继续收看第十六集上善弱水 道德经的第八章有一句话 很普遍地被我们所引用 也引起很大的反响 我们把这四个字先说出来 叫做上善弱水 老子他很明白地指出来 水有七种善 居上地 心上焉 与善人 连善信 正善智 事善人 动善时 你居在善于选择的场地 水很简单 水就是往第一处里 我干嘛跟你过不去 说一定要立真上游 当然 人要立真上游 那是人的事 他的心很沉浸 像森烟一样 不是像我们整天动这个 动那个 这边在玩这个 眼睛还在想那个 好像什么都要 生怕落后 与善人 我跟人家相处 我是很真诚的 我们不是 我们很计较 这个人是要人家看的 是要争取人家的什么 那事实上就已经不仁了 说话 遵守信用 我处理事情 我为政 我替人民服务 我要很精简 而不是弄得那么心 很繁琐 很不方便 我做事情 我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 因为你发挥自己的长处 你就做到很轻松 大家就不会感觉到 好像你很辛苦 然后就开始怀疑 你这样做对不对 你任何的行动 都想你掌握时机 这七个上合在一起 就是两个字 叫不真 我不跟你抢地皮 我不跟你抢快速 我不跟你想 得不得到大家的好感 我不跟你抢水 比较有信用 我信用度提高 银行就可以贷更多的款 我也不跟你 真说 我做的事情比你多 我有贡献 我一切 掌握了时机 顺应的情势 自自然然 做到人家都没有感觉你在做一样 这就叫不真 不真不是说我不要跟谁真 而是我什么都不真 连不真的观念都没有 所以老子才这么说 忽无于不真 物无忧 你不跟万物真 万物就没有愿有 所以在这里这个水 其实应该就是道 上上落水 就是上上就是道 老子说水有七善 这七善的共同之处 其实就是两个字 不真 而反观我们这个世界 几乎所有的不幸 其根源都在一个字 真 达到国与国之间 为争夺资源发动战争 小到人与人之间 为争名利勾心斗角 那么在这个纷争不断的社会之中 如何才能做到不争呢 第八章说得很清楚 谁上利万物 我不争 谁他对任何东西 他都没有选择 你要我投入给你 而我一点不鞠躬 他不跟万物相争 这是他最高的美德 值得我们学习 那各位听了以后就知道了 我就开始不争 因为用不争才能争到最大的东西 只要你有这种念头 那根本就是错了 很多人误解老子 就认为他是阴谋家 用不说来说 用不叫来叫 用不要来要 用不争来争 错了 你看水 他的不争是什么 这两个字很重要 是无心的 也没有什么说 我做给人家看 也没有说 你们要向我学习 通通没有 只要有其中的一种 他就不足以成为善善 所以老子很喜欢用那个朴素的 就告诉我们 你靠后天的修养 我不争 这只是修养好而已 我根本就没有争的观念 你们要争 你们去争 我也不嫉妒你 我也不说 大家不要争 要争 我比你才真的厉害 那也不行 其实很多人读到 没有读通 就是他有这个观念 人 你如果不争 你就是明道 你不会引起反感 看到人家 端玉盘 平过进来 你眼睛先看哪个大 要不要先下手围墙 在座有什么人 会怎么样反应 哪些人 我必须要事先制止他 我要不要虚假的 一上去 先把那最大的压在哪里 说请请请 你已经是搞得 玩不过来的 东西还没到手 你就已经费尽心机 弄得精疲力竭 说不定最后还是一场空 但是太多人能是这样 认为我聪明 我还要掩饰我的聪明 我有野心 我还不让人家看出来 我的企图心 然后把这些都归给老子 说这是老子教我的 你看愿望不愿望 大多数中国人 误会了老子 因为不争 大家都不争 我才不争 这个太差了 我排不排队 跟别人没有关系 别人排不排队 跟我也没有关系 那马上有人 那你一定吃亏 所以我连吃亏的观念 都没有 其实一个人 吃得起亏就表示你很富有 所以他完全是 不靠后天的修养 他先天就是这样 而且他还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你看 我这么大方 我无私的奉献 我这本身从来没有 中国有句俗话 命中有时终须有 命中无时莫强求 不争其实就是一种 顺从自然的人生态度 老子之所以被称为 是自然哲学家 就是因为他能够通过 自然中的现象 来解析人类的思想行为 那么几千年来 人类为什么总是喜欢 争来争去的呢 我们常常讲功成而不拘 这句话就表示 你有功有成的观念 这是很无奈 因为人类已经受到污染了 从小就被教导 你要成功 你要成功 世界上真正了解道的人 你就知道 世界上根本没有成功这回事 谁成功 有史以来哪位成功 你告诉我 成功就是失败 失败就是成功 这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是成功的 从那个角度来看 你说不定就造了很多念 你看 一将成名望古枯 那都是人家的子弟 要跟你怎么算账 我们外人根本不清楚 功成而不拘 是人类才有的观念 也是人类的不信 人类的无奈 但是水淘没有这种观念 他没有 什么叫做拘功 就是我不但说我有功 而且我还炫耀 那就更惨 我有功 你们不认定 也就算了 我有功 你们不认定 我就要告诉你 这些不是我的功劳吗 没有我 你们有今天吗 他们都讲一大堆 实在讲也是多余的 只是自己找痛苦而已 老子他认为 人既然有天赋的创造力 你就应该去创造 只不过你创造 第一个要合乎自然 不要破坏自然 而且你创造的过程 创造的成果 那你已经是够享受了 你还要什么报仇呢 当然我们不可能 要求每个人家 不可能 脑子也没有说 你都要修养成这样 他也没有 他只是说 我把道理说出来 你自己要怎么做 你看得办 我们完全没有意见 我们也没有资格 去评断别人 这种心态就对了 那他要怎么样 他的事 我要怎么样 是我的事 因为道不主宰我 我凭什么去主宰他 道不主宰他 他凭什么来主宰我 因此 老子那几句话 他是翻来覆去地讲 不是他记忆力不好 讲过了又讲 不是 而是那是他思想的一个重点 就是什么话 生而不由 为而不是 功成而覆基 什么叫做生 什么叫做为 什么叫做功 就是指人应该有贡献 你要生 你要为 你要公 可是 你一定要顺做自然 而且 你不由 不是 货姬 也是自自然然的 不是做做的 做给人家看了 就是不对 这才叫自然 我自然的 我自然的做 大家自然的感受 我也是自然的一份子 我又没有什么功劳 我又不想控制 不想把持 不想得到什么东西 各位 如果每一个人 当然做不到 如果大多数人都这样的话 那人类 是不是很美好 当然大家可以一口气去否定 不可能啊 那是你的事 现代社会的问题在于 做任何事情都有其功利性 有的贪官认为 我为社会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自己拿一点好处 也是应该的 甚至有人做慈善 也要大力宣扬 愿没我花钱做善事了 善应该有善报呀 但是如果做善事 要求有回报的话 还能称之为善吗 老子的话已经讲了几千年 到今天没有做到 所以他感慨说 我讲得这么简单 怎么大家都听不懂呢 我的方法非常容易 为什么大家都做不到呢 他这样感慨 感慨这么长久下来 人类还是依然顾我 这就是我们应该反省的地方 生养万物 你不要据为自己所有 所以我们当父母的就是说 我有生育权 但是我没有所有权 儿子是你生的 你能把他杀掉吗 能吗 那就犯法了 那是你的 你为什么不能主宰他 你就是不能主宰他 因为到处不主宰你 你还主宰你儿子跟他 他有他的想法 你尊重他嘛 你可以指导他 可以引导他 可以告诉他这样那样 最后还他自己决定了 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的了解到 谁在老者的心目当中 他是什么 他是帮助所有的东西顺利的成长 他第一个 不记仇 给我钱 没有 第二个 不具宫 第三个 不排斥 这才真正叫做善善 你看万物 都比水干强 可是你如果没有水的滋润 恐怕都会干枯而死 我们人类 号称双手万能 脑子也发达 我们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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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大堆事情 可是说起来 人生只不过是一种 失水的过程 你看小孩刚生出来 全身都是水 水就长大 慢慢地消失 慢慢地消失 到了老人家 就是水会严重 缺乏 然后干枯瘦巴巴的 要不然皮肤怎么那么皱 人生 你再怎么了不起 就是失水的过程而已 所以老子赵梅他说 善善罗水 虽 利万物 而不真 是站在我们人的立场来讲的 因为只有人 有了文字 有了语言 就开始制造一些名词 善啊 不善啊 真啊 不真啊 利啊 不利啊 当然我们也说他完全是不好的 因为你总要有些标准啦 可是你很执着 你很固定 你把那个当作是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目标 那好像就不太对了 水 他无所谓什么人意造的 美 那做的比水都好 你看那个水啊 他一流动的时候 就把所有脏的东西做在里面 他也没有向我们要钱 水之所以永远欢快地流淌着 正是因为他永远默默地奉献着自己 从来不要求任何回报 然而在老子的观念中 水是不讲什么仁义道德的 那么老子赞叹 上善若水 还有什么更深刻的含义的 老子之所以赞美水 有一句话 水处众人之所悟 故机已到 我们看到那个水啊 把那个脏东西啊 都挂在一起 你现在到河旁边也可以看到 他也不觉得下流 皇上人天天说我不下流 最下流 因为他没有委屈 因为他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他觉得自自然然就是这样 所以急就是急急复复复接近了道啊 现在我们就很清楚了 上善若水就是讲道的 不是讲好坏的 上善若水 他告诉我们 你要知道道吗 你要知道道吗 你从水里面去体会 你慢慢地向他学习 你自己就越来越明白道 道 他没有自己 或者他们的分别 道 他没有自己或者别人的分别 他给万物与方便 没有选择说你对我有利益 我才特别照顾你 你跟我好像比较交情不够 我就冷战你 他都没有 这是我们人类应该学习的地方 我们现在 因为西方科学发达了这四百年 那我们中国实在是 民族自尊心也没有 自信心也没有了 所以我们不得不来看看 科学最要紧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不争 可是现在的科学明明在争 这样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现在科学 让我们越来越感觉可怕的地方 就在这里而已 现代社会科学高度发展 但是社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严峻的竞争环境 是人焦躁不安 导致人们的生活水平 虽然越来越高了 但是还是没有安全感 缺少幸福感 现代社会的科学发展 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王勤 民理 把情况记掉 把理彰显出来 这就是科学研究的态度 没有 科学家要申请研究经费 一定要把你的目标 你的效益 解得出来 然后经过专家的评断 才说给你多少钱 你没有钱不能做事 你为了争取研究经费 就开始编造一大堆 其实讲起来就是那一套 我像弄一个引诱人的那种假说 假说就是虚拟的 然后我就弄很多说 证明我可以做到 然后我就评估 我最后的效益有多高 拿了钱来以后再说 这个是研究科学的态度 我们不要有个人的感情与执着 我们一心一意只想把这个道 把它沾显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的环境 好像使我们越来越难做到 任何人有了成就以后 要把你的成就忘掉 你才不会痛苦 你看一个歌星 他最在乎人家有没有掌声 最在乎他的唱片卖多少张 最唱片他的身价有多高 那你把唱歌当什么 一旦观众跑光了 你说得了吗 当一个人把自己生活在掌声当中 你是人类当中最痛苦的一群 但有几个人有这个觉悟 今天世界之所以乱 大家没有办法过得很轻松 很愉快 更谈不上什么幸福 就是因为科学 它已经偏离了正道 完全是厉害关系 完全为了效益 而不是为了明道 那我们怎么来挽救这种悲剧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一谈 老子对科学技术有什么贡献 你明白了这个以后 你就知道今天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离不开科技 但是科技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带来很多的祸患 灾难 我们怎么办 就刚才那句话 还是要从道德经里面去挖宝 去找解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